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石油小危機,關鍵再儲備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228點 收報27124點 註意成交都幾多,今天有813億 上個星期六的時候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設施遭到襲擊 削減了沙特一半的石油產量 即是每日減少了570萬桶的石油產量 佔其產量的一半 亦都佔全球每日石油產量的5% 這個消息都挺震撼的 沙特這麼大幅度的減產 就刺激了油價 今天在亞洲時段一復市的時候 就飆了上去 但是飆了上去之後 就有些回軟下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 如果飆的時候就會動用戰略石油儲備 所以剛才的題目就說關鍵不再儲備了 戰略石油儲備如果推出來的話 相信油價飆升的幅度就沒有那麼多 就是較為穩定油價 不是說油價不會刺激到上升 因為事實上都是大幅減產的 570萬桶 每日的石油減產量 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這是第一 第二 雖然這樣 但是美國應該仍然都是不讓伊朗賣油的 不過假的 你不讓伊朗應該都暗地裡 他應該可能走私 偷運那些就會更加厲害了 因為少了很多油出 伊朗就在旁邊 那自然就很多 應該會有很多走私 那要看美國佬是不是真的拿得鹽 還是隻眼開隻眼閉 因為如果你拿得鹽的話 油價當然會增加多些上去 美國就要動用多些儲備 去壓油價 他會不會這樣做呢 關鍵是在儲備方面 油價會導致什麼呢 會導致通脹 所以現在關鍵在於 如果他動用戰略石油儲備的話 壓低油價 就壓低通脹 壓低通脹 聯儲局才可以 按特朗普的意思 是大幅度減息 否則的話 油價一高 通脹一升 聯儲局大條道理就說 不減息 就算今個禮拜減息之後 之後他就可以說 我不減息了 看看通脹情況 這個也都是 不是特朗普所樂見的 所以他怎樣動用這個 這個油儲備 壓低油價 現在就很關鍵了 會造成這個 挺大的影響 另外一方面 地緣政治緊張 又會不會對 美股或環球股市 帶來壓力 這個大家都是要關心的 不過就今天來看 暫時 因為美國市還未開 亞洲時段的話 恐慌情緒 就不算特別高 是有些 在早上的時候 但是就不算特別高 相反也有些資金 從外地 流入人民幣那裏 利好人民幣資產 所以也減緩了 今天港股的跌幅 好了 綜合來看 大家看我 接著講下去的幾個圖 首先我們看油價 一標上去 先看報友 布蘭特其右 曾經一標上去72元 他上個星期五 都收緊60元邊 一升升兩成 即是最高的時候 當然這個太誇張了 但是現在都在升 大概接近9%的升幅 65.5毫半 都挺多的 現在突破了下降軌 這個走勢來說 除非在未來一兩天 有很多消息出來 例如說油價 會大幅度動用戰略儲備 來壓低油價 否則的話 我覺得64元這個位置 未必會跌得穿下來 現在可能在做一兩天整股之後 仍然都有機會反覆上升 要看災情 一直看那些報道出來 傾向看油價是有機會出現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反彈 70元 你看過72元這裡的阻力位 70元左右 現在這些區域 是暫時的阻力 紐約旗油沒有布蘭特旗油那麼高 因為紐約自己那邊 其實產油都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它59元 布蘭特旗油是65個多 現在它59元 升幅也沒有那麼大 7.7% 那邊升8.8幾個 近9個 但是走勢都是相似 走勢都是相似 你會見到這裡是一個什麼 雙底形態 雙底形態 項線位就在7月11號高位 大概60.94元 你等它61元 61元 但是現在下跌了 所以就不算有效地突破這個雙底項線 紐約旗油比較容易看 如果它站在61元樓上 連續三天 你就當它是雙底成立 它就會再衝上去 衝上去是多少呢 又是大概68到70元的水平 布蘭特旗油 因為你如果衝上去 當它高低腳都可以 但是由於這隻腳 就是第二隻腳低很多 低很多 所以這個形態就沒有那麼像 但是如果它站在這個 都是7月11號高位 67.65元之上 連續三天 如果收在其上 你都當它高低腳 反彈的話 都是有機會破頂 但是暫時來看 它不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70元有助理 紐約旗油也都是暫時來講 不是這樣看 因為它項線位那裡 跌穿來 所以我沒有畫到那條項線 沒有畫到這個雙底形態 只是用口說給大家聽 如果你發現那個轉變 它收得夠高 那它就可以當一個 雙底反彈的走勢 好了 這個就是油 今天就是石油小危機 為什麼它加一個小字呢 就是因為 如果以前很大危機 就是因為 美國沒有那麼多戰略儲備 不會騙油價 其二 就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替代能源 但是現在不是的 油價如果一高上去 本身不要說替代能源 那些葉岩油 你如果70元以上一桶的話 其實葉岩油大量供應 甚至乎油沙都可以 沙都拿出油 所以會有很多的供應 也都如果油價一高的話 其他替代能源 太陽能 風力發電 那些都會有很多能源 可以走出來的 所以暫時來看一個小危機 因為它的油價都不是飆得很高 你看得到70元 暫時這個報酬 大概70元區 就上不了去了 70多元這些區就上不了去了 那就是說市場 為什麼覺得 如果戰略儲備石油一出 就可以壓低油價 好 回到香港形勢是怎樣呢 香港形勢所以 其實今天蹬一蹬 不算多 我紅色的一條線 就26,900區 上星期四 跌到最低26967 今日最低26976 都是26,900區 就有支持 所以你看得 不算回得多 暫時來看 連短期的 即是即使的話 是一個似樣的調整 都未出現 萬一如果真是跌穿 26,900區的話 我就會當它是一個技術性後抽 因為這個頭肩底 反彈的技術性後抽 都未出現過 出現了的話 如果回下去的話 大概在26,300區 就是一個買貨的機會 因為項線就在26,356點 如果回來 就是買貨的機會 接著再接駁它 就是再升回 量度升風目標 27,800區 反而我怕 可能會碰到這麼深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資金流向人民幣 你見到 向下人民幣升 向上人民幣跌 你見到今天 人民幣都還在升 現在去到7.0645 7.05 就是中間位 7到7.1之間 靠近去到中間位 看來11之前 有機會還是靠去7邊 這樣來升 資金流進來的話 其實是利好中央港股市 所以港股今天都叫做 跌得多一點 跌228點 你看到上證指數 跌不夠一點 0.01% 就是沒有起跌 基本上還是想挑戰 雙底項線 3048區 你當它3050 深淨成分股指數 也是跌1.7 跌0.02% 就是不肯跌的 它還是想上衝 就是因為 人民幣都還在轉強 所以港股來看 暫時來說 只是一個石油小危機 但是石油小危機 說到有危固然有機 那些機就是石油相關股份 可能就有機會做得好一點 剛才看過油價圖 衝上去回落 所以今天石油相關股份 都是高開然後低走 不過它就不是全日最低位收 一半以上的都是 走勢都是OK的 中海油今天升7.4% 12.78 但是你今天如果先來追的話 就倒不如你看一看 它突破第一條下降軌 現在就受制第二條下降軌 就是大概13元區 如果衝得上去的話 那就好世界了 因為為什麼 就是等於7月11號那些高位 它的高位就不是在11號 就是在7月2號所見 如果升穿7月2號 其實剛才這個報酬 不是這樣的高低腳 中海油就高低腳 那它衝不衝得上去 就是看報酬可不可以衝上去 所以暫時來看 我就不會追著 就要等它上到這裡 破了下降軌和7月2號高位 這個高位是多少 13.75元 反正都是不相差多少 等這個位置 看看是否衝得上去才再算 中石化油腹 類似的情況 又是兩條降軌 突破一條之後 第二條頂住 是嗎 跟這個中海油是不是很相似 中海油就是油股的半升最多 中石油今天升4.2% 沒有那麼多 如果石化類 油腹相關的股份 就以這支1033升得比較多 這支升近6% 但是都是衝上來 破第一條 第二條下降軌頂住 亦都同樣道理 現在這樣的走勢 明明頂住 那就等了 等它是否真的會上破倒才再算 有 因為他們現在衝上去 都有些回落的跡象 可能會出動戰略儲備 所以關鍵在儲備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